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业票房当中取得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开始触通到很多中国人 特别是年龄稍大一点的中国人的心灵上的软肋 这片子就叫做《老炮》 它描述的是很多当年的坚守所谓规矩的人 在此时此刻 在21世纪 在新的时代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麻烦 而在我们的商业世界当中 很多做投资的 做企业的人 他们当年面对商业世界的变化动若观火 但是到了新的时代之后 面对商业世界的新变化 有没有什么看不清 看不懂 看不明白的呢 我们今天头脑风暴就来关注一下 商业世界当中的老炮 有没有遇到新的麻烦 岁末年初 电影《老炮》红极一时 截至一月中旬 票房展破8亿 豆瓣评分8.4 主演冯小刚也凭借本片拿下金麻奖影帝 片中的老炮六爷竭力维护着所谓的江湖规矩 问路要懂礼貌 偷东西要还证件 城管执法可以 但不能打人 重一起讲道理 其他几个角色也可圈可点 闷三 昔日大院出身 仗义 血姓汉子 画匣子 有情有义 老炮有难的时候他在身后筹钱 小炮闹脾气的时候 他又能寻寻善诱说明道理 当然还有一群小鲜肉组队的小炮 在老炮们眼里 如今的小崽子们不听话了 没规没据地胡乱瞎来 老炮不适应新规矩了 他记忆中那些熟悉的东西都被取代了 甚至被小屁孩闪了嘴巴 我们感兴趣的是 在商界老炮们的世界里 他们这代人心中坚守的规矩 观念是什么 在越来越多的新商业模式 颠覆着 冲击着既有模式的档下 老炮们的观念过时了吗 风暴即将开始 我特别想问一下三位 看这部片子下来之后 觉得对打动你们内心的地方情节 会是什么地方 张总 我感觉到像70年代初的那种感觉 打穷架 当年我们也打过 张苏洋 五零后 IPG投资合伙人 曾投过携程 汉田 鲁家 土豆王等多家明星企业 风投界的资深老炮 比如里面也提到了 这个待机之间 年轻人对老一代的一些挑战 看到这场景的时候 您会觉得比如失落或者伤心 被抛弃感 我孩子的话跟我交流的时候 总是很多方面 还是有所不会很顺的 他的兴趣和我的兴趣不完全一样 除了我们对音乐 可能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 其他的爱好什么东西 玩不到一块了 明明总呢 看这片子有什么感觉 我先生也是 北京人就胡同里的 胡同就是宝川胡同那块的 商界老炮刘明明 亚洲金光纸业集团技术企业发展总负责 从机关大院到文革期间上山下乡 再走向跨国企业 一头闯进属于男性王国的造纸机械行业 成为集团全球唯一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加女性高管 打轻架这时候我也知道 但是因为我是机关大院的 当时我觉得特别新鲜 我去他们大院那个院 我看他们那帮那几个哥们就是这样 然后要不就打他架 要不上哪餐馆吃 那你为什么还坚定地嫁给他 我就觉得新鲜 就是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 所以我觉得有吸引力 当时我们家就特别反对 大家这个片当中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北京的文化背景 但是挺好玩的 大院的子弟跟这个胡同串子里面的这个小孩 其实完全是两派 不一样 潘老师 所以这个真是在上海做这个节目 你看就我稍微还正一点 我是北京的学生 北京的单位 北京的女婿 北京小炮他爹 但是你是上海的学员 中西南北中还都住过 商界老炮潘月新 上海私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合伙人 50年代人士 生在绍兴 学在北京 闯过海南 扎根上海 20多年绿索大咖 做过上市公司老总 现在主要做公司治理师爷 刚才我听这个张总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装 他才装是吧 我们老炮当年喜欢的人是谁 是谁呢 阿兰 英雄胡胆里头的 那个阿兰 有印象吗 跳那个 跳Tango 对 她是 她是女特务还怎么着 就是 我告诉你 就在我们六五到这个武林这段15年的男人当中 最漂亮的就是女特务 王小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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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第一句话 王小桑 然后我们这一代男孩对这个女特务的这个情怀和这个情书和这个暗恋呢 这已经是如滔滔江水就没法讲了 但是这是看完老炮以后 你说说完所有的场景我又一喜欢上一个人 那叫画霞 那这就是阿兰到画霞之间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情怀啊 他喜欢画霞子 然后所有所有最后说一句话 我们也曾经当年 我们也曾经生龙活虎 最后就作为一个老炮 最最最最最 哎呀 强烈的感受咱就不行了呢 什么都不行 你看那些小炮就看着我们 这是我们内心啊 急急急急有一点点从后几天身上来的一点悲恋 就该行的时候想找女偷我没找着 对 等现在随便找了你又不行了 对 这就是生活嘛 这是第一个段 第二个段呢 你要讲到规矩 那个就是鲁迅先生都已经讲过久经老态 对不对 他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的这个瞧不上 你要说我现在瞧得上王浩 天天窄窄的那个样子 上次做节目我就翻他 对不对 他没有办法 你能说我跟我儿子有交流 他没有办法交流 反正呢 是不是 这就是属于叫一代瞧不上一代 但是我呢内心强烈的告诉我 不能做久经老爷 这么说您内心的时候有强烈的自卑感跟失落感是吗 有 真有是吧 王硕也是部队大院的 是 王硕有句话 跟年轻人比如碰点王浩这种 你年轻你牛什么呀 对吧 谁没年轻过呀 老子也年轻过 但你们老过吗 你要你读懂这句话 这就是老炮情节 三位觉得自己从心理上来讲 觉得自己老子吗 张总 老子吗 心理上讲 没有那么老 没那么老 蛮年轻着的 明明总呢 我没觉得我有代勾 我觉得我一不跟他们学 他们甚至得跟着我学才行 挺时尚对吧 只有潘老师可能承认自己老 这玩意儿你们都不说老 那我就说我承认了 老炮里面我看了一个片段 就一开始有个小偷啊 就是偷人家钱包 然后那个冯小刚就说 你这个把证件给人家寄回去 对 有很多人就很感动 他妈讲从我的角度 我就没有什么感动的 是吧 你明明是在偷钱 你应该把他抓了呀 你应该报警啊 对吧 他好像说 既不得罪小偷 同时也要小偷 要对这个社会 还有偷皮 这叫什么 这在我们看来就是伪善 所以这不是规矩 我其实看了这个片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 因为老的那个 我的确也不懂 因为觉得 其实他那个情怀 其实我是听不懂的 其实就是说 新的这代也有规则 但是呢 在片子里面 这个规则感觉 好像就成天就赛车 泡妞 然后就做什么的 那么其实每一个年代 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规则 解一下好不好 你们觉得如果作为老炮 作为五零后 我们要坚守 在这个时代当中 要坚守的所谓规矩 规则 会什么 肯定是诚信啥子 我就不能写诚信了 忠诚 诚信 诚信 讲法治 忠孝 善良 正义 公义 慈善 这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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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坏词吗 不是 听太多了 都做不到的事 咱就别写了 这都叫正确的废话 这俩评委员还可以 损到家了已经 你们觉得如果作为老炮 作为五零后 我们要坚守 在这个时代当中 要坚守的所谓规矩 规则 会什么 苏庄总 合理的意 苏庄总 还行 合理的意 意气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 一直是有江湖意气这个说法 我感觉到作为东方民族 作为中国来讲的话 我感觉到在相当一部分的一个处理的情况下面 就要讲究这个合理的一个意思 我自己自己做的一个项目 那么当年的话呢 我们跟他签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说你在两年以内 假定是达到了多少的利润 就应该按照多少的投资 那么否则的话 可能发生一个调整 那么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取得一个特殊的一个证 才能干这个业务 所以浪费了半年时间 不容易达到 那假定按照完全的那个东西的话 那我们完全可以调整这个股份 而且这个东西完全是 台而皇之的东西 因为签下来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跟他的合作 我们是要相对长期的合作 你可能是五年左右吧 也可能是七年左右吧 那这样的话 肯定就伤害了一些感情 那后来我们再做一个调整 就说我们就把它放到三年 一个调整了 这样大家都happy 那么这样的话 我感觉到就是说 这个时候可能就不能完全的 用一个你看你当年签的 我不管你什么原因 是吧 反正你没达到 我就把那个拿下来了 恐怕咱们还不能这样干 对方犯的错误不是有意的 故意干坏事 你就要多原谅他 但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这么做的 只是说你选择没有这么做 是因为说你还顾忌到你以后跟这个公司之间的利益 而不是这个意 我可以这么给你 所以说那个就 所以说它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意 得饶人处且饶人 舒斯老师 你这事算是规矩吗 现在讲契约讲法治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个人情社会 你这叫厚道 能做长久买卖 而且商道即人道 中国做商业从来都不是项目决定 是项目那人决定 所以我觉得你在进化 就是在你这个从业生涯这么多年 发生过是不是就 总共也就发生过一起这种事情 是不是真的就这一件 有一个事 还是很多 当年96年的时候 咱们投了一个企业 都在上海 就在江苏 够少了 完了以后上半年盈利400万 当年400万跟现在2000万 3000万差不多 然后他把那300万揣自己兜头 打自己老家去了 天哪 我们坚决的 因为他犯了这么一个事 所以把他所有的股权 在当地政府的仲裁下面 全部拨到 他整个公司就变成 咱们和其他一家的 就是这种情况下 他是有意的 而且是恶意的来做这个事 一定要坚守 那你一定得坚持到 这也是规矩 因为这是什么东西 这你围起一个正义 你不能把正义给刨掉 而且当年我跟他谈的时候 我后面站一个人 他后面站一个人 大家都怕发生事 谈判的事 谈成本就完了吗 你拿进来 你保证将来不犯了 在张总的眼中 不管是让一步 还是不让一步 都是合理的意 你说我们那个冯小刚 跟那个对那个小偷的态度 是一样的 反正你也不想得罪他 小偷你也不想得罪 然后你还想为这个社会 多做点贡献 还是伪善 你这个事就直接报警 直接就抓人 这个人啊 没有那个叫什么呢 这个人啊 没有那么的 要不他就是个坏人 要不就好人 这就是你们的规矩嘛 那个就是要 人 它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当年那个有一个犹太人 他写的一个回忆录 他说那个法国的 那个纳粹德国的 那个承防司令 在看 那个就叫 犹太人组成的 就是而且 他犹太人的 那个就叫 那个就叫 囚徒 演出 给德国人军官看 演那个就叫 苏曼的东西 谈到动情的时候 那承防司令都掉眼泪啊 他居然 杀那么多的人 居然会掉出眼泪来 要杀人 对啊 所以说 那你说他这个时候 他是假慈善吗 他是假意的流泪吗 我相信 他那个时候 他是真心的 但他反过来 他可能 他也是真心的 因为他思考 你特别复杂 对吗 你看这 都直接拿纳粹 杀犹太人去立了 就是说 他是经过苦难的人 你看他就特单纯 稍微苦达一点 利益就崩溃 王好 王好 这个苏曼总的 这个所谓的规矩 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是 还是以法为先 所以说 就是说 不管人有多复杂 当他犯错的时候 就应该被惩罚 当他做好的时候 就应该被表扬 他如果说违反 这个契约 就应该惩罚他 所以你觉得 他们所讲的这规矩 反而没规矩 是吧 他的是故意 和非故意这里面 我感觉到这里面 还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对 我就说他这一次 因为他没有拿到 那个license 就是说 如果说您惩罚了他 那么他完全有可能说 下次你再跟他签 这种对赌协议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会去错过 那个时间段 你交惯了他 因为他理解了说 你毁了他 这个法是一个固定的 我做得不好 那我就要去接受这个现实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会做得更好 我写的 就是一个是疫情 一个是担当 来 帮我们解释一下 我是这个文化革命 不是完了以后 我就出国了 那么我在93年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当时呢是这样 很快就是很一个机会吧 就到了云南 是个合资厂 红塔 红塔集团 红塔集团 就楚石建 当时在的红塔 OK 卷烟厂 那么他做卷烟的 他就找一家 德国的公司呢 来做合资 专门做卷烟纸 我就当了总经理 有次出差的 我的员工啊 就到那个红塔 集团里头 卷烟的车间去看 突然给我打电话 我正在北京出差 说刘总 说的 我们的卷烟纸啊 在用 我们已经发现 有没点 这个卷烟的盘上 已经没点 但是工厂没发现 在线大车都在用 怎么办 我当时呢一听 就是直接反应 这个事 马上给我听 没向任何人请示 这个人得讲义气 得讲诚信 我马上停完以后 我连夜赶回来 这个厂里就翻了天了 德方的和中方的 都骂我 说你疯了你 不向任何人请示 你就叫停 把我们的 一才叫停 把这货全都给我退 大卡 这第一网 就退货 你知道这个烟啊 就发霉 就抽起了很明显的 等于这些烟也就报废 那么德方的呢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没这些 就发个传真 就告诉我 就是说 你没有给你 收任何权利 你马上给我辞职 就让我走人 但是后来我说 你等会儿 我把事情处理好 我再辞职 但是这一个月以后 这问题解决了 找着原因了 马上得方案 就拿出方案了 方案就解决以后呢 回到红塔集团 去问的时候 人红塔集团 说的是 红塔集团的董事长 亲子说了 我们感谢你的刘明 说过去 进口的这个纸张 也出现过问题 可是从来没有供应商 这么主动来跟我们讲 而且就有时候出的问题 还会烂 所以今后我们的设备 我们的纸张是免解 当时我觉得自己总想 我没受过职业经理的人教育 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一种 那个年代 就是一个烙印 就是人做事 你做的事 你得能够承担 而且你做事 你得讲义 不能把这个例字当头 还是要以义字当头 哪怕自己吃亏 说白了 吃亏都是展示的 OK 只要你做到了 你永远不会吃亏 其实您说的事 当时跟张总那逻辑 有点相似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刚才 那个刘总讲那个故事 我觉得就说 这个 异字啊 对 但是这个异 和流程这件事情 其实 这个 应该是 对 应该是 其实是不对的 并不是说 大家不应该去更换这个 或者即时的更换这个 但是有没有授权 其实这个是一个制度 应该 应不应该有 对 但是情况 这个有 总是有一个 他 他cover不了 那这时候你看 你怎么处理 这就靠人的这个处理 这就考验 所谓内心深入的规矩了 对了 这样在外 军令可以有所 不是 年轻人 我告诉你 看老婆 主要是看那个 吴亦凡和那个 李亦峰的 他不是去看冯小刚的 那俩都普遍不会演戏 那不重要 只要脸在那 他们有充分的物质条件 对吧 你看那小炮登场 都有跑车 还有那些 90后宣言是什么呀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 你看 我们要改变世界 否则你饿死了 对吧 你不改变世界 不勤劳勇敢 不好好工作 农业学大战 工业学大兴 饿死了 又饥饿 被饥饿驱赶 那一代 这一代叫什么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都是这样的 他那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 我们拒绝被世界改变 潜台词 老子就是世界 我突然发现 那60后 怎么前后都能骂呀 我要帮你们说一句 其实最坏是老实 他代表60后 最老的也是他们 他们出生的时候 又没吃饱 八老师 八老师该您了 这叫集体 一个叫忠诚 一个叫复出 我们也曾经 搞掌大气 就像王浩一样的 这张嫩脸 这种鲜肉 然后我们走上社会以后 像我这样 做律师的 去了海南 其实也是碰到过一些 非常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我在做案子的过程当中 涉及到一个跟香港人爱 结果去调查的时候 过程当中收到一颗子弹 当年我的小宇宙 也是非常澎湃的 我特别认真地讲 你寄子弹我就怕了 对不对 我这件事情 潘女士不做 也会有张女士来做 必须要把这个事情 进行到底 一点都没有任何恐惧感 但是我相信 如果说现在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90后 出来的内心还是很忐忑的 这是两个时代的不同点 第二个 在三亚 后来三亚最高的那栋楼 就现在好像就是 像一个强拆一样 但是不是 我们就把那个茶叶公司 要去拆 不知道一个什么原因 那个时候也没手机 那边得到了信息 第二天可能要出事 没通知到我这个律师 我一个人单刀附会 三个棺材 摆好了 摆好了 等你来 其中有一单就是律师的 哇 团团给围住啊 我一个绍兴人 江南人 手无伏技之力 被围在那当中啊 说句心里话 内心真的 也有一恐惧 但他不知道怎么 就是撑在哪 让个人讲道理 白话 你就觉得 就是你不能熟 就在那种场合当中啊 就是真实的一个场景 就像老炮似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东西靠什么呢 就当年我认为 就是靠忠诚 就是你对一个行业的一个忠诚 第二个呢 我们讲这个付出 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律师 可能对这样的一个付出啊 他可能很难做到 我在海南做一个刑事案件 一审死刑 这个老爹啊 也就是这种草根的 他也没有钱 他就跑到我们的这个办公室呗 就给你扫地 就给你插桌子 就是求你 能够为他孩子去辩护 为什么他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呢 因为我是北京律师 当地的律师啊 他就觉得可能救不了他儿子 没有任何的报酬 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就像做法律援助一样 到了这个份上我就接了 对 我觉得说潘律师 其实他把这个80后90后 想得特别的窝窝 没有 就是说想得特别的没有上进心 我觉得这个电影 这是电影误导 对 看了这个电影我不输了 没有 其实如果说当你看 什么其实 其实当你看 现在如果说 我们去看很多的慈善活动 真正到很多的边缘上去做支教 做很多这种帮助贫困地区儿童的人 其实是年轻人 很多的80后90后 其实他在现在 其实是会更精业 更忠诚 其实你看很多什么校园电影啊 什么的 他们都特别天真 特别那个无邪 对吧 他不像以前的文革电影 哇 每个人出来都是 这个心怀不轨 这个话题你们觉得有代购吗 来 舒适 没代购 有非常强的代购 完了 潘老师他忙活半天 他为中国律师事业献身了 王浩忙活半天 为自己过上好日子 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没有 我也想要改变人类 商量要帮助全人类 这是你们不同的地方 这也是真实存在的 我跟你说我年轻时候 中国女牌啊 知道吗 拿了击败日本 是吧 激动啊 激动五连贯 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然后呢 我就把我们邻居般的玻璃给砸了 为什么呢 高兴 然后被邻居班的一帮人追着满街跑 落干年以后 我就觉得 我年轻时候 这就是冯小刚不明白的地方 年轻时候做的特牛的事 现在想起来都特小 今天我在劝潘老师一句话 您一把年纪了 人类不需要拯救 祖国一句 原来这句话送给您的 您以为见了子的 见了官员不害怕 特别牛 其实他把生命整个献给了一个祖国 错没错 但是你不要强求他懂 他都全球化了 王浩现在国家强大了 能为自己活 烧带着要为全人类 也无法厚非 你看看 这个老潘讲这事还真是真挺好 我觉得真的 你做这个职业 很正常 你要特别尊重这个职业 尊重这个职业必须要履行的基本的义务 哪怕受到很大的压力 也必须得把它完成好 是 我觉得这我打心眼里给老潘输一大拇指 节目做到现在啊 我才算是输了一口气 翻身了 终于给老炮了有一个基本的底下 随时代的发展啊 我们这些老炮们 有没有什么看不清 看不懂 看不明白的事呢 老炮面对精彩而复杂的档下 显得格格不入 他抱着旧世界的那套理论独自作战 生活中却被儿子嫌弃 被一群8090后挑战 但肯定他的人却认为 他身上有种这个世界失落了的精神气质 在如今的商业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互联网家袭来 突然昔日繁花似锦的实体店内 客流渐渐少了 传统制造业被各种B2C O2O P2P 迷乱了双眼 盛极一时的钱贵KTV 从2008年最鼎盛时期 中国市场的19家门店 这7年关闭了13家 到2015年只剩下6家门店 坚持传统制造业的董明珠 因为和雷军的那场赌局 在互联网上不断引来嘲笑之声 王石突然陷入宝万之争 面对资本这个门口的野蛮人 身为创始人的王石 甚至陷入要不要离开自己 一手打造的半科这样的谜举 传统行业的老炮们过时了吗 老炮还能说服这个世界吗 风暴正在继续 比如我们说有什么事看不懂 有什么人看不惯 有什么未来看不清楚的 有没有 小雕的人 这其实挺奇怪 什么叫小雕呢 小雕的人 老是那个 想那个 好像猜着小聪明 能够赚点什么联益 你要大雕也是一回事 那个小雕的话 我看不惯 你觉得这些人在晚辈当中 80后9天当中多吗 我觉得这个老一辈更多吧 没说你这位 老一辈肯定比80后90后 现在90后 各个拿出来现金 90后还好几千 但是他们王王小雕的人呢 他在年轻时候小雕 他老了以后呢 也就不雕了 他老的时候 他雕不出东西了 年轻时候能雕出来的 您看不惯这个领域 或者这类人 会让您觉得自己有点落伍吗 比如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感觉我没什么落伍的 我跟我老婆 我说啊 咱们就一个孩子吗 我说咱们现在要认 他可能将来不结婚 他可能有孩子以后也不结婚 或者他结婚也不要孩子 或者他找了一个黑人 我们都要接受 而且我们要很坦然的接受 我都说服我母亲能够接受 玻璃婚你已经接受了 玻璃婚我也接受 他就讲的类似 他就讲类似 类似也可以 不不 这不受你所那个这种 他不是接受 他是没办法认了 讨歉 认了 其实你是改变不了了 那是改变不了 你必须说服自己来接受 这个典型的六十而顺 他说我看不惯也得看惯 看不清也得看清 我那年轻人没什么看不惯的 关键是 这个孙杨总之前在录节目间 我也跟他交流沟通过 因为他这个职业他做投资的 而且他现在还在投资的一线 还在看项目 所以他真看不清看不惯 看不懂的话 你从零零与 他干不了了 我觉得我呀 看不惯的就是太浮躁 太浮躁 就是现在这个 我这 这个 现在这个时代经济 这个速度都比较快 整个的人群呢 尤其比较 比较年轻的人 我觉得浮躁的稍微多点 招机正快 跳槽跳得特别快 但是有些基础不扎实 就是这方面 就是我觉得看不惯 回过来比方就说 好多人就不愿意搞尸体 愿意搞虚拟经济 搞互联网 觉得这个时髦 你真看 想挣钱 你看着钱 你挣不着钱 你还把这个事情 要看你要做事 钱不是钱 不是天然调 玩这个 就是那个安心地板 卢伟光 他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他其实做那地板 在中国地板上 也是龙头企业了 他参加一次聚会 然后大家坐一块 都在聊互联网家 聊O2O 聊这个VCPE 大家换了一圈名片 然后卢伟光 突然就强烈的失落感 所有人 那帮人都凑一块聊去了 没人搭理他 其实这并不是 老炮跟小炮谁浮躁 而是整个中国社会 都很浮躁 其实您说 这个现在有一堆年轻人 天天在这边聊 P2P O2O 对吧 但是你没有看到说 有多少的实体企业家 他把厂给关了 去炒房子 对吧 去做投资 去开小代公司 对吧 其实这是一个社会性问题 还有还是很多传统企业 刚才比如Pen当时 提到董明珠 包括明明珠 他们还坚守自己 要做的这一块 但我觉得 他觉得你再怎么互联网 你总得用冰箱 用空调吧 我要把冰箱空调 给你造的更好点 更能满足你的 多方面诉求 这样的人 他就觉得 你们现在干的事 浮躁 比如像 这个董总 他讲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觉得 没人爱听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的所有的规矩 这个行业都快没了 我觉得传统行业 你必须适应新形式 比方说这造纸 造纸这个是 我们这是 我现在造纸行业 它是传统行业 但是它必须改变 这个没有人再用 这个看报纸了 那么一个新闻纸 它就过时了 而且我们还出了 好些这个铜版纸 铜版纸就专门是 这个时尚杂志的 现在用量也明显减少 随着这个网购 那么包装纸 对吧 它用量越来越大 它在增长 卫生纸 它在增长 日本成人尿部 都在这国家的这个什么呀 就是劳保里头 国家都报的 任何社会发展 你这传统行业是基础 这实体它是基础 你没有这个基础 你光去搞那个虚拟的 你肯定发展不了 走不了多远 大姐坦白讲呢 他看不光互联网 坦白讲那没办法呀 因为他不懂啊 因为或者说他今天 他觉得 为什么马云可以站在 这个聚光灯下呢 马云当年也很浮躁啊 是吧 你看每天早上 我们一大早赶醉 早班的飞机 或者赶最晚班的高铁 你会发现 中国人 就是让你也不知道 他干什么去 那欧洲 欧洲大家都紧紧有条 我干我的 到德国 你发现特有秩序 每个人干什么 加班我也不加 对吧 我要讲究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东方就休息了 所以我想中国社会 可能之所以能有 这么大的成就啊 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在于这种 所谓的浮躁 但它可能 它不是真正的那种浮躁 我说的是真正浮躁 而且有 我确实碰见好些 大家都一说 这有创业基金 动跑去弄 我就说了 说一点啊 我不是打击互联网 反正 你坐那边去 互联网家 目前正在经历泡沫 你是支持明明总的 就是他的观点 基本我认同 因为董老师我也认识 他是掌握着核心技术的 这很了不起 而且百电行业 它比较稳定 我认为格力 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对 我们实体经济 有不少这样的公司 但是拒绝亲近互联网 或者在亲近互联网 这方面迟到了 他有两个问题 就在年轻的 王浩为主体的 这样的人成为消费主体 这叫新兴消费主体 实际他们将失去未来 有两个方面 他出问题 第一 他的渠道和服务是传统的 如果借助互联网 能极大的降低成本 他是个重资产公司 他可以借助互联网家 变成更轻资产的公司 提供零距离服务 人家雷军做产品 产品不够好 但雷军的产品 从设计制造到服务 零距离借助他 互联网 第二一个就是他的传播 一切产品在信息实话 实在都是传播 一切品牌 就是服务不够近 传播不够远 自然年轻受众 对他就无感 然后把福道送给他 我就说 第一轮完成融资的 互联网家的企业 包括美国最大的欧图 第一个融资的欧图 不也倒闭了吗 这很正常 我觉得这很正常 没实体互联网加什么呀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叔叔 韩总 轮到您了 您怕啥 一个呢 就是年轻人的 现在这种无由头的辞职 好不容易再努力培养他 他到一个什么时间点 他就走了 第二个呢 就是过去我们这代人成长 说句心里话 领导这件事 一坚持一批评 我们会从内心来讲 自己去反省去 我也不跟领导再来纠缠了 有心的这个叫无由头的这个自我 就是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个情况下 他持续不断的跟你扯这个话题 因为你在上位的领导 你做了这样的一个董事会 总经理的这个决定了以后啊 这不是随便 你就说改就能改的 但是这个呢 经常会发现年轻人的这种 自我心的这种这种坚持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呢 客观的来讲 是我目前对于这个我们讲这个80后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困惑的 我不太赞成 因为第一的话 只有年轻人他经常会辞职了 那老的话都没法辞吧 他没地方去了 关键点是没 没由头的辞 感觉有点没有头 他不高兴他就辞呗 对 关键是说 他已经不认可你了 你让他一定留下来干嘛 他不一定是不认可你了 他不高兴 他不痛快啊 所以他要走啊 那他一定他有不痛快的地方啊 就辞职了 其实我们公司也有很多 那么其实 真正的去分析下来 你会发现是因为科技在进步 生产力提升了 比如说在您年少的时候 就是刚刚解放没多久 对吧 好久了 就只有这么几个企业 他今天这个饭碗没了 他就没饭吃了 对吧 那么他累死累活 对吧 被你批评 对吧 被你怎么说 被你甚至就是过劳 对吧 他都得干 因为他没有选择 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 他有很多选择 因为科技让信息对称 让生产力提高 个人能够发挥的价值 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在我这个老炮看来 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生产力提高 老炮的观点跟没你那么现代 老炮的观点就叫没饿着 这些年轻人手上卡上就他们有钱 因为他饿不着了呀 他永远不会饿着了呀 对不对 以前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对一个岗位特别在乎 对 你们是拼爹集体的赢家 他拼什么呀 他是拼命的人 你想想 90后为代表 爹妈是谁呀 是 我呀 潘老师 他只能拼 他叫奋斗的一代 所以说他对机构 对组织 他有非常强的依赖 他的思维就是机构化 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去机构化的一代 85后90后00后 叫什么 叫互联网原住民 所以你不要再想着 一个企业和一个雇员的关系 我们今天讲的是 平台和个人的关系 他首先要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凭什么都要挂靠在你的律师事务所呢 凭什么被你批评呢 挂在一个互联网上就可以了 他们两个60和76 真的是挺坏的 我觉得但是得给你们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你们给我们老胖支个招 怎么让他们能够 也年轻一点 首先第一 尽量的少用自己的驾驶员 少用自己的专车 是吧 多拥有互联网的专车 互联网的出行方式 你们都要 不要老端着 不要觉得自己是成功的企业家 不要以为自己都是60 50后你们就出门 要带个这个 包括助理 我觉得以后你们可以尝试 确实我不好 我今天带的比较多 是吧 第二个我觉得就说工作方面 现在有很多互联网的一些很好的 第一个建议 保证生活能够自理 最后一点 你看其实马云他们也是60后 但是他们为什么老是会有层出不穷的创新呢 为什么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们要跟孩子们 要跟互联网的原住民要多在一起 你会发现从他们身上会发现很多赏光点 有很多创新 所以不要老看不惯 其实真不要看不惯 创腾是我认为是最牛的 腾讯公司的收入 有一半是来自于15岁下的孩子 怎么来的 他就是要跟这帮孩子们要混 所以微信的红包 是微信的团队里面的一个实习生发明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 以后再做了三位 你们就不要老实说 重大的创新决策什么 都应该是我们董事会这些成员 其实你要知道 创新是来自于孩子们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 OK 好 谢谢 多说给我听的 因为我一不留神 也会加入老炮的队伍 对 马上说未来的趋势有三个 第一个趋势叫互联网 没错 他这里说 他们俩说的没错 第二个叫新能源 第三个叫太空旅行 叫星际移民 我喜欢有想象力的活法 就是老了之所以叫老炮 活在过去嘛 回忆 回忆中嘛 所以我们如果不想老 就要过有想象力的生活 我也讲一个马上的故事 我在同学做个演讲 晚上就参观 90后不是80后都挺懒的吗 对吧 都挺自我的吗 楼全楼的灯光 基本上都是在亮的 在加班 小孩们在加班 当然他有高薪支持 然后我推开一间办公室 正在开会 马上坐在一个角落里 给这帮孩子倒水 然后不时插话说 我说了不算啊 我说了不算 都听你们的 这可能是未来的领导 对每一个员工的尊重 刚才有一个问题 是马老师问的 规则谁定 用户来定 没有别人可以制定规则了 那老潘 老潘你先回应一下 这个人呢 叫活到这个份上 活到这个泡点上 你说咱非一定要跟年轻人 天天打架道下去吗 不见得 我们的前面的这个生活 就是你们现在都在挣扎中的 我们这样要面对的生活 是你们还现在没有看到的 所以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不是太愿意 第一 沉浸在过去的回忆当中 第二 还非要天天听你们的教诲 你们谁啊 这叫教诲吗 不是 你们正是愣着呢 我未来所追求的 第一 肯定不是物质的 第二个 我也不会是追求事业的 成功了 不成功了 到我这个点上太庸俗了 如果说我未来有那么大段的时光 属于我自己 我这个老炮就会 叫大隐于四 或者说大隐于山 或者说大隐于川 我追求我自己心灵的东西去 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 家国情怀 三观端正 我为什么要被现在这个社会给毁了呢 我只是说追求着我未来生活的那一段的心灵的存在 好 说到这为止 好 说得很好 但是拒绝了 来 明明总和苏阳总 会不会接受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建议 我觉得能接受一半 我觉得这是跟年轻人跟他们可以学很多东西 但是有一条 我就想说就是不管什么事情任何发展 任何事情还是离不得开人 因为你看看马云不管谁 大家做到的时候 他要考虑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就是你这个大我呀 你这个人的这个大意 我觉得都是应该有 这个人和这个你心的发展技术 你一定把你自己要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是 好 来 苏阳总 这个事实上就是说你怎么活着 你感觉到对不起自己 也对不起别人 这事就行了 喜欢这种生活状态 那我就去干 不要去 比如说别人跟你的生活状态不一样 你就感觉到老实不胜眼 别人如果看你这个状态 别人也不胜眼 都没有这个必要 事实上这两边的冲突就没有什么冲突 OK 每一个人都追求他所认为 在那个时点上他所高兴的事 就这么一个情况 OK 好 谢谢 好的 到现在 其实我讲在结束语当中 再回到电影本身 他其实告诉我们说的是 老炮你如果不用一个开放的心态 去面对新时代的发展的话 你真的会被别人 仍然是被抛弃 会被别人化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 一定要记住不管你如何的开放如何的进步 永远独自里是有规矩的 即便老炮的规矩收拾不了你 中国人说三次之上有神明 还是有规矩会来约束和管理你 所以规矩永远在 开放也永远在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通讯福报》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19点播出